大家好,我叫小田 我要開始之前,我要講一件事情就是 大家就認為讀功課的比較不會講話 然後讀上課的功課就比較好 其實是,你們認為是對的 所以等下我如果講不好的地方就請大家包辦一下 這張圖應該是很多做設計的心理的話就對了 因為老闆用客戶常拿到藥門,就是這種不可能的熱褲 然後藥門怎樣 就是要我們快要便宜,然後我們做出來的東西就有可能是醜的 然後要便宜又要好,可以,要給我們時間 你要等,然後要好又要快,那一分錢就能夠 但是要便宜又要好又要快 那就是,就像旁邊這張圖一樣,我們就變成這樣子 對 好的,設計師的定義就是要明白為什麼人家需要你,為什麼需要人家 就像下面這四張圖一樣,就是 就是,你要利用環境,就算環境不夠好的話 你要利用環境把它打造出最好 然後就像你手上拿的那個工具不是很好 就像你手上拿一手牌 你不是一手好牌,你要把它打成一局很好 那很多,有很多那個困難及那個煩惱其實是自己想像出來 自己是嚇自己,如果你在自己執行的時候 無法沒有影響那麼困難 而面對事情我們就是,不是去預設它會發生什麼樣子 而是直接是實踐它,然後去成就它 然後接下來就要介紹,就是今天要分享就是我的夢想跟熱情 然後我先介紹一下,我叫本名叫陳品章 然後大家可以叫我小天 然後我本來是電子科人 然後之後是讀工業工程與管理 然後我個人是覺得 我這麼有創意,然後這麼有想法 怎麼可以沒有做設計 所以我當完兵之後就去讀工業設計 然後現在在台湘工業去了一家家具公司 然後做研發的工作 然後 那八點設計工作室是 我跟幾個同學然後一起有在接一些 就是模型模型製作 Phototype 然後跟3D模型建模這樣子 然後我個人認為的設計就是一種創意 就是人為了擁有更便利及娛樂的生活 所發揮創意的這個過程 叫設計 然後我到學校之後才發現原來設計不是只有創意 然後當然還有這個3個區塊 就是產品與體驗這個區塊就是 人們為什麼會喜歡喜歡這樣的設計 然後體驗跟服務就是 比較屬於概念式的設計 然後服務跟產品就比較偏向功能性的設計 也是人們會比較需要的 然後這個是我去年那個畢業專體製作 如果大家有沒有在騎腳踏車 然後晚上有沒有晚上騎腳踏車出去 不小心迷了路 然後手機拿出來就剛好沒電 這個時候你會很需要它 因為它是手機架結合行動電源還有車燈的功能 它是提供給自行車使用者 然後可以把手機架到腳踏車上面 然後觀看你需要看的資訊 然後晚上的時候它還可以提供照片的功能 然後這個照片是去年在新一代設計展的時候的照片 當時有一家電子公司還有一個集資網站 然後來跟我談而說 所以這個作品我覺得還蠻有成就的 然後看起來覺得這是什麼呢 產品 對這個是個人椅設計 這是我之前在學校做的個人椅 然後那邊那個是 那個是微笑椅 然後這個是彈形法本的椅子 然後這個是狀眼椅 然後這個是仿生的那個烏椅椅 然後我要介紹這個微笑椅 當初我會想要坐這張椅子的發想是 人總會有失落跟低潮的時候 然後我希望就是 這張椅子就是如果當那個時候也沒有人可以 就是安慰你陪伴你的時候 這張椅子就是在 作為陪伴你的那個 作為陪伴你的那個角色就對了 然後就是你坐上去會很舒服開心 然後它比較特別的地方是它用曲目的 曲目就是需要你要做模具 然後去把木板壓成那個微笑的那個曲線 所以要花很多工夫下去做 所以也花很多愛情在裡面做起來要很開心 然後這個是微笑椅的進化法 它是雙人的沙發 然後它是人坐上去就是會增淨感情 那情侶吵架的時候有沒有 然後坐上去你們就和好了 為什麼 因為這張沙發的中間有沒有 這邊有一個斜角 然後讓兩個人坐上去會有稍微面對面會比較靠近這樣子 所以你們坐上去會增淨感情 然後之後那個無笑椅的那個系列會在HRio上 又會發起狀案 然後到時候再請大家支持一下 然後持續就是關注一下HRio 然後設計是一種與生劇的創作過程 創造力就交出來嗎 其實創造力是每一個人本來本身就有的 你只是需要你不用教它 只是需要釋放它 如果有很多成本或是限制性的 的那個條件出現的時候 創造力就會消失 所以創造力不是我們教 是給適當的環境及空間 還有思考的那個空間就對了 然後我們對重要的目標 調理時機狀 當然你做你 覺得該認為做的時候 別人不能理解的時候 你絕對是需要勇氣 那我今天的那個分享就到那邊 謝謝